每日100字 歇心 读心 明心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 楞严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苗董 楞严一千日 第六百四十日卷五 主题 远行第一 听闻 竞争如迹 明远行地 稍文致此 恭请建徽法师慈悲开示 好 各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楞严一千日 第六百四十日 我们今天要提到新的一个阶段 叫做远行地 这个远行地 名为远行地 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意义 就是它是世间最远最远最远的地方 那什么意思 我们等一下来看 这个闻言经中在谈到修正 从事见修 随所 发行 案例 顺位 在这个修正的位置当中 这是一条终极圆满的路 那我们从世间出发 然后开始发菩提心 要远离这个世间的染污 那远离世间的染污呢 在甘慧到实性 实柱 实行 实回向 四加行都是在真如的一种原修当中 这所谓的原修就是 我好像隔一层沙 我不是真正的明白 真正的肯定 真正的正德 真如实际 那到了实地之后 他就开始叫做清正真如 这时候开始叫做真修 那真修呢 我们要来了解 这个真修实证 就是在这个关喜地 离构地 发光地 宴会地 南圣地 献前地 这个六地当中呢 都在依着真如而起修 那依着真如其修呢 到现前地的时候呢 无为真如性尽明露 明现前地 就是这个真如的 这个本性啊 已经完全现前 完全露出来了 那露出来呢 那接下来呢 到第七啊 就变成远行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 那这个是世界上最远的地方 他远远远行去哪里 远行到哪里 这里做了一个定义 叫做静真如记 明远行地 就是在这个真如的一个体悟 跟修正当中呢 他把我们在认识的这个心啊 已经做到了极致 叫做静 静叫做极致 我已经我能努力的 我已经做到最努力 最努力 最努力 已经到边际了 边际 那应该可以了吗 好 其实这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有功用型的最边边 那他就有一个坎 这个坎啊 就是他到第八地 要登到第八地的中间呢 就插了一个有功用跟无功用 好 所以他是有功用型的最高位 因此以这种方式来定义他 叫做远行 所以他不是跑跑跑 跑到很远很远 我离你很远 不是这种意思 所以说他的这个行啊 就是有功用型的修行呢 已经达到最极致了 到边边了 他到第八地的时候呢 叫不动地 这时候已经叫做任运而修 就是他不用努力了 他不用努力什么意思 就是他不是费尽力气的努力 而是自然而然 就是无功用型啊 就举手投足 就很自然的都在说法 弘法 很自然的就是一个佛的作用 那在这个第七地呢 他还有一个我要度众生 还有一个我像 那个我像呢 是已经到最少最少最少的我像 再差一点点呢 就到第八地 是完全无我像 无我直 也没有法直 那乃至于呢 没有这种维系的我像 这个是连种子都去除 这个我的种子都去除 那这是非常 这个维系的差异 那这个地方呢 在第七地当中呢 他就有一种现象 好 那我们来看 华元经中怎么去解释 这一地 菩萨摩赫萨具足第六地 行以 预入第七远行地 当修十种方便会 起书圣道 何等为时 好 那我们以为呀 这个在第六地 好 这第六地呢 怎么样 已经圆满了吧 般若波罗蜜线前的嘛 好 那我已经进入空 无相 无愿 三昧 也空无相 无愿 解脱门 我就解脱了 可是到第七地呢 偏偏又要开始动作 本来已经是大结局 我已经要休息了 结果呢 要修方便 要起方便 这时候呢 跟以前的方便不一样 以前修的方便呢 是要破除分别 要减号 减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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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方便是 我已经减到零了 就是空了嘛 又无相 又无愿了嘛 那已经空了 哇 这时候又要方便 变成真空 神妙有 所以他会起书圣道 那我今天呢 已经远离这个世间 结果现在又怎样 回入娑婆 那你是不是放不下 不是 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 那大慈大悲呢 他回到这个娑婆 不是因为轮回而来 而是一种方便的智慧 他要来广度众生 所以我们就看 这十种方便会是什么呢 第一 虽善修空无相 无愿三昧 而慈悲不舍众生 你看前面呢 已经正道 空三昧 无相三昧 无愿三昧 我无愿无求了 我可以再见了 我这个对众生 没有执念的嘛 但是呢 我还愿意回来 这时候真的就是慈悲 慈悲不舍众生 好 那再来第二个 虽得诸佛平等法 而乐常供养佛 我来供佛啊 很多人是因为佛很伟大 我很卑微 我来供佛 我会得到佛的加持 佛的功德 我会学佛 我会怎样 能够越来越接近佛 这是一般人 但是呢 你到这个 般若波罗蜜 你其实跟佛是平等的 我就是佛 佛就是我 可是我还愿意供养佛 那你这时候的心 不是为了 执着而供养佛 我想要得到福报 我想要得到智慧 你看我们现在在供佛 为什么你要供佛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因为我想要修福报 我想要能够成就佛的功德 我想要像佛一样有智慧 就是你的位置是在没有智慧的状态 去想要得到一个满足 但是呢 这个地方的菩萨 他已经跟佛一样了 他为什么还要拜佛 为什么还要供佛 你就是佛了啊 结果你看释迦牟尼佛 他还叫我们要义佛念佛 还要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他为什么还念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还要念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他还是很欢喜的去供养佛 所以我们会看到 诸佛他会怎样 你看在华言经里面 这个佛在说法 结果他方的佛 就派菩萨来此方供养佛 东方的菩萨来了 问迅世尊 我是哪尊佛的代表 我来供养佛 为什么 因为佛跟佛之间 他还需要去修功德吗 不用 但是他还是很愿意 很欢喜的来供养佛 所以呢 这个就是这个欢喜地的 这个是远行地的菩萨 他起的这个方便会 这很厉害 我已经能够离开 我不再受苦 我可以不被这些世间困扰干扰 可是我却愿意待在这里 庄言三界 就像文书菩萨 他已经都懂了 那他为什么每次法会都参加 他还需要学吗 不用 他是佛的老师 佛讲的这些他都会 而且常常是他教佛的 那为什么佛陀他讲法 他还要来当学生 难道他还想要学习吗 不是 他是来庄言谈藏 来庄言这个世界 所以呢 一般人 他通常都是这样 我有能力 我已经不用再这么辛苦 我就不辛苦了 可是 我不用再这么辛苦 我还愿意加入人群当中 加入众生当中 他就是来庄言的 就是来讲 叫做臭热闹 我要增加人气 连我都来听了 连我都来参加了 表示这件事情值得 那就是 这个就是菩萨的一种方便 他用他自己的修行来带动 来庄言谈藏 来庄言三界 但这个娑婆世界呢 他不是只有很惨的人 他还有菩萨 让我们活着还会觉得 也许我们有一天会遇到佛菩萨 那如果呢 所有的菩萨都跑光光 那娑婆世界就变地狱了 那还好地狱 也还有一线希望 有地藏王菩萨 好 那再来呢 虽必尽极灭诸返岛燕 而能为一切众生起灭 谈成之烦恼燕 他根本就是已经挣到极灭 没有火 没有这种烦恼了 但是呢 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怎样 还可以生起一个火 什么火 这个火不是烦恼火 而是灭烦恼的火 所以同样是火 这个菩萨呢 他的火是有意义的 他要来消灭烦恼的火 那他是不是 就是有这样子的 这种烦恼呢 不是 他没有这个烦恼 但是他要了解这个烦恼 他才能够灭除这个烦恼 所以知诸法如幻如梦如影如想如燕如画如水中月如镜中相自行无二 而随行作业无量差别 他知道这个事件都是假的 但是呢 他还是陪着大众做梦 为什么 因为梦中佛事 那这个远行地的菩萨就能够随心作业 他可以编织出更伟大的梦想 那是不是我们讲吃人说梦啊 那每次都做空头大梦 那菩萨呢 已经知道这一切都是梦了 但是他还是为了要度众生 而起这个大梦之因缘 他随心而作业 好 虽知一切国土犹如虚空 而能以清净妙恨 庄严佛土 他知道这些都是虚空啊 那我有的人就会执着于空 既然是这样 我何必在那边瞎忙呢 菩萨呢 会瞎忙 但是他不瞎 但是他很忙 他用清净的心来庄严佛土 那一般人呢 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 但是菩萨也是在忙 他非常清楚知道自己在忙什么 清净妙恨啊 虽知诸佛法身本性无声 而以向好庄严其身 哇 他还很庄严哦 我们看到菩萨呢 多穿金带影 耳朵呢 也有这个耳环啊 头上呢 他就带着头冠 非常非常的庄严 那身上呢 这价值连成的衣服 那甚至于呢 还会化妆 那个嘴唇呢 还有这个朱砂 那也非常非常的美 然后甚至于有的菩萨还有眼影 哇 这个很漂亮 那个头发还染发 染成绿色 染成紫色 那怎么这么美啊 这么庄严 难道菩萨很爱漂亮吗 不是 他知道呢 法身无声啊 法身是无形无相啊 最清净的法身 有的人呢 他是最喜欢的就是素颜 但是呢 菩萨呢 他也不妨碍浓妆厌魔啊 因为什么 因为众生喜欢看美好的 那如果呢 看到菩萨跟你一样很爱漂亮 你就很欢喜 很愿意来学佛啊 原来学佛演得那么美 所以呢 菩萨是用像好 来射受众生 来庄严 他的像 那让大众呢 都能够心生欢喜 所以知诸佛音声信空即灭 不可言说 而能随一切众生出种种差别 清净音声 很多人都说 我最喜欢的声音 就是没声音 那我就是很不喜欢说话 可是呢 不喜欢说话的人 为了要让众生得度啊 那就怎样 那还要随不同的众生 出不同的音声 那我今天呢 只要来称赞这个人啊 但是你不是基于 我想要呢 这个 想要占他便宜啊 哎呀 我要说好话啊 这样他就会跟我做生意 那我无欲无求于他人 可是我却愿意 说话来称赞别人 来这个说法 来度一切众生 来欢喜的跟大众结缘 那这个就是啊 哎 这个菩萨的慈悲啊 那你说他是因为爱讲话 他就看到人就是 讲个不停吗 不是 他知道呢 这根本就不可言说嘛 真正的法 是不可说不可说 可是他也不妨碍呢 哎呀 跟你说一些世俗的法 他不是呢 很爱聊八卦 他是用这种 差别的因生呢 来让大众 有什么 有一种因缘 来结缘 而契入的诸法实相 虽随诸佛了之三世 为世一念 这一念呢 就是什么 真如之念 其实一念就是无念啦 但是呢 他虽然是 都没有杂念 没有妄念 但是呢 他会怎样 随主众生 意解分别 你看 众生的意解啊 分别就是什么 分别心 妄想很多啊 很多众生呢 他真的妄想 各式各样的 以种种向 种种时 种种结束 而修诸行 就是随其所好 叫做应以合身 得度极限合身 那这个人呢 他是要怎样 要遇到这种灾难 他才会 赶快警醒 自己用功 那他就会陷 这个灾难的相 让他呢 有机会 去体悟到 人生的无常 那有的是要陷什么 贫穷相 那这个众生呢 看到贫穷的人 他心生怜悯 他会起慈悲心 那有的是要宰观身 我看到一个做官的 这是菩萨 他自己就生起一种欢喜之心 有的是要陷男相 有的是陷女相 众生的意解分别很多 还有各式各样的 差别的执着 所以菩萨都能够顺应 可是你说 他是很喜欢打妄想吗 其实不是 他知道呢 为师一念 但是为了要随众生的欢喜心 意解分别之心呢 他什么方法都可以用 因为他修诸行 菩萨以如是十种方便 会起殊胜行 而且呢 他因为圆满了这十种 他十种都做得到 然后做呢 就做得非常非常的完善 非常的殊胜 他不会一边演一边说 其实我都不喜欢 其实这不是我的本来的样子 他没有那个我直了 他真的就是完全的殊胜 一点我相都没有了 他从根上 就已经把这个我 巨生的我也去掉了 从第六地 入第七地 入矣 此行常献在前 名为柱第七远行地 所以呢 其实他在远行地的 菩萨的修行啊 他就是一直都用 这十种方便会在圆满 他的第七的远行地的功课 然后呢 他修的就是 这样子的一种差别法 什么差别法 就是他度众生 已经度到最极致 最极致 所以呢 他等于是把这个 真如的妙用啊 已经叫做 用尽了 叫做穷尽 叫做尽真如迹 这叫做远行地 好 以上是第七远行地 建非法师好 我是月灵 分享一些想法 菩萨修行为次 今天读到第七地远行地 菩萨发心行 菩萨道 近西空 辩法界 广大无有边际 不但令弟子 奉承莫及 甚且看到自己的龌龊 有时候 真的很沮丧 这么长远的路 何时达到佛的境界呢 远行地菩萨自信真如 明镜显露 虽随诸佛 了知三世为世一念 而随众生 意解分别 以种种相 种种实 种种结束 而修诸行 这种 虽在生死 而长居涅槃的德恨 又给弟子 无上的力量 禅宗讲 迷及众生 勿及佛 没有中间 不去在意 处在哪一个阶次 就 随缘 随力 随分 做些些 三个礼拜前 我们读到离构地 当时候 曾请问师父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 列解第七世的年拙 离开对待 师父开示 没有对待 都是一 对待 是自己想的 在日常生活中 专注在当下 就是唯一的路 没有其他的方法 实在是 无上体谱 非常感恩 以上 恭请敬佩法师 慈悲开始 阿弥陀佛 谢谢月灵 这个其实我们在讲 远行地的菩萨 你看到这菩萨的一个修行 其实他一直在讲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本来就是一辱 不管你知或不知 就像我们现在呢 就觉得我们自己很龌龊 我自己都差很多 我很自卑 我是女人 我怎么心里面还有这么多的邪念 还有这么多的恶念 或者是自己心里面有很多的 没有这种慈悲心或平等心 是因为我们有心 心里面有一个标准 那这个标准呢 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呢 形成一种框架 那这个框架呢 不管是有还是没有 它都不会影响你是否是佛这件事情 那学佛呢 其实就是从自己不能够肯定 乃至于用这个标准 这是自己预设出来的标准 来衡量自己的时候呢 慢慢的到最后 接受自己的本质 本如的过程 从一开始呢 我们怎么去认识自己 可能透过别人 或者是这个社会价值观 或者是呢 这是你自己心里面形成的一个偶像 那我有个典范 然后从这样子的典范当中 回头来看自己 那这个是我们自己信心的建立 或者是自我的 这个认知的一种建立 自我评价的系统 那学佛之后呢 其实它就是让我们发现 这个评价的这个系统 这种二元的这种观念 其实那是你自己自心取自心 非换成换法 这是楞严经最厉害的地方 它就是告诉我们 其实呢 我们要从二要到一 其实这个二到一 它就是一个观念而已 那这个观念呢 变成好像一个设定的时候 就叫做值 那你有这个值 你就会一直在衡量说 我到底做得好不好 我现在是出地 还是二地 还是哪一行 然后就开始觉得 在大部分的时间呢 我们都是不及格 那这个不及格的 这种自我批判 又让自己更不及格 所以呢 修行啊 常常就会一直在 这样子的一种 负面的评价系统当中 那学佛呢 本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结果呢 因为我们学了 很多很多的标准 结果有让自己就 更难过 然后更不像 感觉呢 这样子也做不到 那样也做不到 那所以啊 就出现了一种宗 叫做禅宗 这禅宗的法师啊 常常呢 都会让我们 非常的惊讶 说哦 怎么会是这样子 怎么会是那样子呢 刚开始呢 我们很羡慕 这种禅的自在 结果呢 原来呢 我们读出课本了 我们读到的是 自己编出来的课本 那自己编出来的 那个课本呢 就不是佛的那一本 那你就要拿 换一下 课本 那有读华严经 读楞严经 你就会看到 原来从佛的角度啊 一些众生 他本来就有差别像 他本来就不一样 你不要用 一个别人来跟自己比 你就是 你就承受 接受 现在这个状态 这就是最可爱的 这是最圆满的 那纵使呢 别人说 我们这个 这个也做不好 那个也做不好 OK啊 那做不好 是要符合什么好 那如果呢 我们开始发现 从佛的这个角度 从佛的标准 其实会发现 佛没有标准 佛的角度就是 哎呀 每一个人都 都是佛 我们有没有办法 一直不断的告诉自己 都是佛 都是佛 然后呢 改变什么 改变自我的批判 因为这个批判呢 是我们在这个世界 在这个社会当中呢 学到的 那是对的吗 那不一定是 对或者是错 那也许 这是只是一种 习惯 那这是只是一种 别人所认同的方式 那我们自己到底 能不能够接受 这样子的 的系统 那其实这个系统呢 最终极的 不会变的 真理 其实是在 佛的世界当中 所以我们就在讲 他已经能够怎样 了知 三世为世 一念 但是你还是要去 进入这个 娑婆世界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进入 这个娑婆世界 你才能够了解 众生有多么的 困难 就是困难的去 达到清净 那如果我们也是 远行立的菩萨 然后我们要 被派任务 来到娑婆世界 那你要怎么样 你当然就是要 进入众生的状态 所以 如果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回头看看 自己的人生 你就是要经历过地狱 要经历过 恶鬼 经历过畜神 那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内心的贪嗔痴 你都要能够起过这种念头 你才能够了解众生 是什么情况 所以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 其实我们带着我们的佛性 在随众生意解分别 而以种种向种种时 种种结束 而修诸行 我们已经在修远行地的 这种修行 但是我们是不知道 不知道的当中 你却用另外一种标准 就是这个社会上的标准 来衡量你自己的时候 你就会陷入 我自己真的很不堪 可是如果你拿起来的是 佛的这一本 远行地菩萨的这一本 你就会怎样 一开始呢 你就根本就觉得 你就是在修菩萨行 你就是菩萨 可是因为这个社会呢 学佛的人太少 所以你听到的都不是佛经 听到的都不是佛的道理 你听到佛经 佛的道理 很少很少人在坚持这件事情 所以纵使我们已经 学佛很久 我们遇到世间人的时候 我们依然用世间的那一本课本 那乃至于呢 到最后我们已经习惯以为 它就是标准的课本 然后呢 连评价自己依然是如此 那现在呢 如果来读远行地的这个菩萨 假设这个世界上 全部的课本都消失了 只剩下华严经 我相信呢 每一个人他不会有 这么多这么多的烦恼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学佛的一个心路历程 那终归呢 最后我们还是要 要一直告诉自己说 我们真的要一直 相信着佛 相信着菩萨 所以为什么每天都要念经 念经念经 因为在这个时间呢 我们太容易受到种种的打击 包括我们对自己的放弃 好 那希望呢 大众呢 就是要知道啊 就是把佛法当成是唯一的救赎 也是在大海当中 在漂泊的时候 它是唯一的一块浮沫舟 我们把它抓着 有一天 你就会发现 其实你根本就不用害怕 你会灭顶 因为佛法就是我们的空气 佛法就是我们的水 佛法就是我们的阳光 佛法就是我们自己 好 谢谢 谢谢